斗燕山有一方叫吴子名俱阳。 解释五代史, 燕山人斗宇君教育儿子很有方法。 他教育的五个儿子都很有成就, 同时科举成名。 喜事仅仅教育, 而没有好的方法也是不行的。 好的方法就是严格而有道理。 斗燕山能够使五个儿子和穆相处。 都很孝敬父母, 并且学业上都很有成就。 是和他的教育方法分不开的。